老爷每日一打回答大家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问沙漠玫瑰胶尖什么原因 你抓住它往下一拽 把下面就是你胶尖的下面的几个叶片都给它拽掉 嗯它就不胶了 不是你结婚了 你前女友给它闹脾气 你给它分手不就完了吗 你害得藕断失联的 正常的新陈代谢了臭宝 它下面黄很正常 你管它呢 下个臭宝说我的蝴蝶兰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这样的怎么回事 这个嗝了 这个嗝了救不了了 已经从心里边化水了 你问我什么原因 我怀疑是冻的 还有一个怀疑是水大 只是怀疑 这个反正这个已经死了 下个臭宝说一年多了 硫酸鸭铁临床一家都用过 怎么还黄化病啊 还露台还不缺光 零酸二星甲和硫酸鸭铁里面都没有蛋肥 它都不管叶子黄的事 我给你这么说吧 就我大臭宝贴 你硫酸鸭铁给它吃了 鸡蛋壳也给它吃了 就是不给它吃饭 也不给它吃菜 你说它还平息 打回事了 我给你大臭宝贴放到水鞭子上来 也不缺水也不缺光 把这些黄的叶子全部剪掉 用点繁肥水或者是用点粪肥 硫酸二铁不是不能用 它是单一的铁元素 它一点劲都死不上 就让你平息 光给你吃铁片有啥用 你营养都不够 零酸二星甲 零酸二星甲里面又没有蛋肥 又不供用 下个臭宝 你看我这个还有臭宝 剪了吧 把这种所有不好的全部剪掉 正常给光照 好吧 然后用一点杀菌药 下个臭宝说火鸡咋回事 敲光水大通风沙 水大敲光通风沙 给足光照 其余的都好办 明白了吗 你没有光照就不要养着玩乐了 你不适合 好了别的没啥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帮大家分享 养花知识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知识 白了臭宝 嗨 嘿嘿嘿